又到了2021年的年底了 流星雨每年都有流星雨 想去外面走走看看流星吗 随着季节的不同有着不同的流星雨 其实从年头到年尾都有流星雨 每年当然有三大的流星雨 在1月的时候有象限仪做流星雨 7月的时候有阴仙做流星雨 12月的流星雨就是双子做流星雨 每年的流星数量会有所不同 除了本身流星雨的流星量之外 还会随着每年的月亮而有所不同 当然你会问说流星跟月亮有关系吗 俗话说的好月明星熙 月亮很大的时候你就会看不到星空 看不到星空当然也看不到流星 所以月亮跟天气会决定流星的数量 如果月亮不好的话流星雨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那今年2021年12月的双子座流星雨 今年的状况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吧 如果你想要走走的话 12月13号的时候就是流星雨来的时候 其实双子座流星雨每年会准时出现在12月多左右的时间 大概在12月初左右 相对于其他流星雨 它的数量非常的稳定 而且它准时会在冬季的时候出现 冬季的时候你可以前往高山 通常在冬季的时候高山的天气透明度比较佳 而且基本上不太会有云层 这时候你可以好好的看流星 而今年的双子座流星雨的极大值 会落在12月13号的晚上到14号的早晨 其实双子座流星雨 这几年每小时都有100颗以上的大小 不过今年的月框比较不好 这一次的流星雨刚好遇到上弦月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流星的话 就要到下半夜的时候状况才会好转 而12月14号的月框是怎么样呢 我们看一下后面背景这张图 这张图是12月14号的月框 12月13号到14号的月框 大概月亮的大小都等于我们后面这张图 月亮起来的时间大约是下午的1点27分左右 而月落的时间大概是凌晨1点11分左右 所以如果你想要好好看流星的话 可能要避开月亮的时间 所以也就是在下半夜超过1点以后 你可以找个天气透明度加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不错流星了 而记得在看流星的时候 双子座是必看的地方 当然你可以扫描一下全天上 照以前我们天文社的建议是 躺下来看整个天空 整个天空流星就有可能会出现 你可以把每颗流星的尾巴画一个虚线 最后它会集中在双子座上面 所以这才叫做双子座流星域 而你需要带什么东西吗 其实不用 你可以用肉眼看 你可以拿双筒望眼镜 但是基本上肉眼就已经足够了 如果你需要拍照的话 你可以准备一个脚架 一台单眼相机 然后长时间曝光 这时候可以记录下流星画过的瞬间 想看流星吗 把握今年最后一次大型流星雨的机会 12月双子座的流星雨每年固定报到 今年的状况可能要等到凌晨1点以后 才会状况好转 当然天气月象都有很大的关系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ل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